来了,这小铁换鹤妹克,诶,这位不知道是哪位啊 这个四黑有点意思,这大概率是四黑了 这个阵容呢,打的是一个可能不带博命 要带博命的话,谁带呢 给我们已知拉拉队员前锋两个最有可能带博命的没带 那基尔士带,基尔士大概带菲伦的吧 这把面对的是个鱼女,蛮有意思的一局 阵容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好 这个阵容,打鱼女的话,主要是你,这救人容易出问题啊 前锋,这边似乎是单纯的想修机子吧 追娃娃,娃娃不吃水气 丢个插杆路啊,这边来找机械师 顺道可以把换老师的机子给封了 但这样的话,换老师可能可以开始作画了 一刀抽刀抽中,一切的一切呢 都不是特别有利于这个鱼女啊 但是,我也讲迹把鱼女的真胜点 其实完完全全的就在她的防守端 你但凡前锋这边对吧,这么能救不下来 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呀 你撞救嘛,感觉亏点节奏 待会儿得看啊,就这边密码机的一个节奏 没有张狂,现在还没有开技能 距离拉近,似乎还要交个闪现 这边有飞轮 不过还好,这波飞轮之后呢 前面,不好意思 没有接交互点 博弈了一波 蓄力刀 接刀,带走 算一下机子的总量 呃,你还证明说这把穷者的密码机是 远低于我的想象的 我想象当中怎么地都 哎,前锋来了 这边鱼女是看到了 但她想要打一刀 前锋这波是超大球 这样的话,接着拉走 这把穷者的密码机 其实他们的一个总量是远低于我的想象的 就本来想象当中可能已经要两台半到三台了 但是结果两台半还没到 这里水汽包一波 嗯,鱼女是想挂一个地下室 前锋这边翻道具 这波如果真让鱼女挂一个地下室的话 你真别说,穷者这边只能选择卖 你冲个鱼女的地下室 得不偿失 一个冲刺,冲到收82的水汽 前锋这边掩护的话他球不多了 但这个击倒说实话 或者说应该用上挂来形容 这个觉得上挂太慢了 再冲没冲到,收叉没有 再冲没冲到,收叉没有 机械师 倒嘛是要倒了 但是这个倒地的时间 刚才两台半不到 现在已经三台多了 只要只要能够做一波成功的防守 我觉得鱼女还有你说公主请博弈 他说大帅请闭嘴 想想看有没有机会 最后大家机制再修了 也就是说这边是可以压机救人的 压机救人好像就挡不了了 除非他能挂地压室 怎么办的 我知道 我那个老天爷子 切传送 打一刀 救人 救完人 拉开 该贴门的贴门 机械师娃娃是不是也已经贴门了 快贴门了 这边 前方不断的再给旁边一些支持 机械师 前面是不是还有块板子啊 机械师手里还有飞轮 这块板子倒是已经破掉了 这块板子倒是已经破掉了 洛迪道不会给你打的 洛迪道不会给你打的 那这边 卡住 转水器 想打一个不插刀的伤害 不给你机会 大不了我交个飞轮 机械师袋不是一个挂飞 主要是换老师这边的话 没机会给他压机的 这个叉也不想丢 密码机直接点亮 好 这边水器在消 一个冲刺 没有用啊 这个冲刺伤害不够啊 只能打实体刀 飞轮先交 倒了 传送 找到小甜甜 机械师娃娃在点门 这个前锋有飞轮 这个娃尼打不打 这个娃尼不打 门要开 打了门也开了 那前锋走了 机械师跳地窖 有机会吗 如果能起来 有机会吗 地窖离的不远 没机会 最终是完成了一个三跑 这把的话有点可惜的 就是前锋那波大撞 如果说把人放下来 再稳定的把人挂进地压室 其实娱女是完全有机会翻盘 甚至取胜的 感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